目前民進黨幾乎在兩岸是完全不交流、不溝通 也不願意面對 所以兩岸就面臨了更嚴峻的一個挑戰 甚至造成彼此之間因為不互相的信任 也變成兵凶戰略的一個狀況 所以今天我特別提出 兩岸,我們如何來建國一個兩岸的關係 如何來建國兩岸 又保有我們中華民國的主權 也能夠保障台灣人民在道路的所有的人權 這就是我一直今天要強調的 所以我今天特別強調我有幾個目標 兩個我要達成的目標 四個要成立一個管道的監督機制 另外 另外有 有四個非常戰略清晰的目標要做 所以我想直向直向來給大家 來講 那這當中先把問題先丟出來給大家聽 因為台灣人民的基本潛力 幾乎在目前的狀況是沒有辦法得到保障的 尤其因為兩岸的對話 海姬海蟹都沒有在對話 那共軍擾台的頻率可以講說 那個程度越來越高 光今年就將近四千這樣子 所以沒有管道就沒有辦法控風險 兩岸的交流 因為民進黨也限制蠻多的 所以變成整個大幅下降 近來的路客也非常的少 而境外生也越來越少 所以在兩岸的結束上 因為缺乏監督缺乏 缺乏原型上的 結段的過程當中 完全沒有辦法做到位 而且當時民進黨 特別還講 要讓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一定要過關 但是這八雷有沒有動 沒動喔 其他的法令說過就過 過有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就不會過 所以目前為止 在這個狀況底下 我們如何面對 我們整個兩岸的優先的程度裡面 我有兩個非常清楚的目標 第一個目標 一定要把國家的安全 保障擺在第一個位置上 所以保衛國家安全 變成是我們第一個首要 第二個 我們台灣人很多在大陸 不管你是經商旅遊 甚至從事任何活動 台灣的人民的人權 是要受到保障的 所以今天 我們在這裡面就談了很多 尤其先來談談 我們未來兩岸對話的優先 我一直強調 還是把人權的問題 要擺在第一個位置上面 特別是人身自由 人身自由要保障好 在這裡我具體有主張 在保障台灣 在大陸的人身自由裡面 要應用兩岸兩會 以及海鞋 聯繫基柱 杜絕台灣民眾被無理的盤混 留住跟騷擾 那尤其我們記得我們台商也有一個 在人權上有一個保障 有個24小時 要通報 那我們 台灣人其他的民眾到大陸去 沒有這樣一個機制 所以我要落實台灣民眾 在人身自由受限的案件裡面 24小時通報 尤其行政居留 的案件 要納到兩岸司法付出協議裡面 這個部分在行政居留 在上市兩岸司法付出協議裡面 並沒有納進 這一部分你要把它納進來 至於在整個三個監督底下 我有三個監督 三個監督 這裡面 第一個監督就是 我要在議連裡面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要趕快過 這不過 大家都在說 哎呀兩岸在交流的過程當中 都沒有一個公開透明的方式 所以立法機關 一定要快速的通過 尤其在司法的監督的機制底下 因為擴集到兩岸 又擴集到整個國內的 以及我們社會安全的這個部分 所謂檢調審 在整個人力跟資源上 如果確保在司法獨立的過程當中 在運作的同時 可以讓來監督各級政府 還有包括總統本人 到底有沒有遵守 我們的相關的法律規定來做 同時我要設一個叫做 青年監督機制 畢竟青年是我們未來的機會跟希望 所以在總統我就設置一個 兩岸青年的事務委員會 這個由18歲到40歲來青年組成 來確保立法案跟行政院 把青年的意見落實在我們的兩岸政策 所以設置青年兩岸事務委員會 是讓我們兩岸的青年 把很多的意見可以做一個溝通 讓兩岸的青年更能夠理解兩岸的未來 當然有四個戰略 這四個戰略其中 我也不會是提過了 我說就職十個月以內 我要在中華民國國家安全戰略 提出來 將3D進的戰略紀律部 把它很清楚的距離化 包括三個主軸 一個是促進繁榮 一個是確保民主 一個就是強化安全的目標 那至於戰略的整個眾生 一個是兩會的對話 一個是民間的交流 繼續往前走 而且我在就任一年裡面 一定會重啟兩會的對話學商 前面恢復民間交流 也同時為了兩會對話是避免意外 一定先把優先談保障人權 解決民生的問題 所以民間交流是要降低敵意的 是要累積善意的 這是我們戰略眾生的第一個 第二個在主法戰略的眾生 主法戰略眾生很清楚 因為兩岸也涉及到整個打擊犯罪 也涉及到跟其他國家的司法合作 所以有時候我們兩岸之間的司法 付出協議兩岸打擊犯罪以外 也要參與跟國際的 之間的打擊犯罪 變成一個三角關係 所以才能夠讓公權力 可以確保台灣人民的生命財產 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往往我們在企圖的話 有時候會泰國 大陸 台灣 或是在通緝犯 也會涉及到其他國家 不要說其他國家 我們抓到大陸人 有的送回來 或是大陸人抓到台灣人 又把他送回到大陸 所以在這裡面就要讓台灣大陸 跟其他國家的司法 要非常緊密的合作在一起 同時在一個戰略中身體 最重要的區域經濟貿易 除了我們要積極的加入CPTPP以外 還IPEF 印太經濟架構 這個重大企業貿易協定 我在就職這一年內 就軍事面對IPEF的平台 要解決貿易爭端的機制 這個貿易爭端的機制 我們要趕快跟兩岸之間 大家坐下來好好談一談 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完成以後 直步推動下一個 兩岸的貿易談判 所以IPEF的爭議 要盡速兩邊坐下來 好好的做好溝通 所以我推動了兩岸的不關係 一定在國家人民的安全 的基礎上來推動 所以我會堅持台灣的民主自由制度 所以兩岸的關係非常重要 關係台灣的未來 台灣的未來還是有2300萬人來決定 所以我這裡面有兩個目標 三個監督機制 四個戰隊眾生 兩個目標 三個監督機制 四個眾類戰勝 來讓兩岸之間的國通 能夠確保我們中華民國的子權 能夠確保台灣人民 在大陸的所有相關的活動 這是我們的目標 當然最重要的 我們一定要重啟一個溝通的橋樑 也要有監督的基礎 才能夠保障兩岸之間 能夠讓兩岸穩定下來 能夠往前走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行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天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成功炸 成功炸 如果你 doesn't know 又點心 要選擇